Netflix又有一部大作上了 叫地獄公史 這部作品的導演就是 遙地藏偶 就是世宿列車的遙地藏偶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作品是 網路漫畫 Nable Webtoon看到的 那時候我看到就好喜歡 這次他把它翻拍成一個影集 我們來聊聊這部作品 地獄公史 大家好 我是衛士玩人 今天我們來聊 Netflix的地獄公史 這支影片也是跟Netflix合作的影片 本來沒有想要拍這支影片 因為其實我看了有點小手失落 哈哈哈哈 但是因為Netflix那邊說 好多壞的都可以說了 他沒有想要限制我 對這部作品的一些評價 所以我就今天就鼓起勇氣 來拍這一支 那我們先從不喜歡的地方來開始看 所以第一個 這個我覺得可能我的要求有點高 但是怎麼辦 就是我美國的影集看太多了 好萊塢片也看太多了 所以我對特效的要求 特效的眼光就變高了 怎麼辦呢 這部作品的特效 不要太要求了 已經是不錯了 但是就是看起來就覺得 有點格格不入 恨鐵不成鋼了 再做好一點就不就更好了 可能預算也違憲了 沒辦法 這一點是我第一時間看到 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裡面叫撒甲 這種韓文獎餐的使者 黑黑的使者的部分 也有一點點遺憾 但是天使讓我特別遺憾 看起來特別假 這一點是在特效部分覺得有點可惜的地方 再來繼續講天使跟使者的話 天使使用的語言讓我覺得有點怪 他講韓文對不對 那我能夠理解 因為畢竟最終這個是韓劇 但是我們想想看 他那個天使應該是要用對方聽得懂的語言來表達 不然你死亡預告給他 他聽不懂那也沒有用 但是有一幕 他對一個剛出生的小朋友講韓文 哈哈哈哈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理解他呢 還是他其實就是講某個噢噢噢的聲音 但是聽到的人會照著自己熟悉的語言聽到 我們要這樣理解嗎 但是他旁邊拍影片 影片裡面就是那個韓文 所以這個會叫就有點奇怪 但可能這個有點難 有點難解套的一個邏輯 所以就可能也沒辦法 但是有另外一個我覺得有點怪的一個設定 是那個死者 他在前面去殺那些人的時候 全部都用拳頭 就摔啊 像浩克一樣去殺 那個死者要跑的時候 他們也是用追的對不對 用追的 追的用手去抓他 結果到後來 有一幕是 他突然伸出什麼觸手一樣的東西 那他為什麼不早點用觸手 為什麼他要去追 他就把什麼車子給破壞掉 這個死者也太奇怪了吧 看他心情是不是 還是其實死者雖然看起來一樣 但他們每個死者之間 他們有不同的特異功能 這一點會覺得 有點怪 我覺得到這裡可以說 是我這個人有點 雞蛋的挑骨頭的感覺 但是沒辦法 我這個人可能就有點挑 呵呵呵呵呵 完全不同的故事 那我覺得這OK 這OK 但是 是不是那篇幅上 太不足以讓人 投入在某個角色的一些心境裡面 我前面的三集裡面 警察情緒我沒辦法入戲 沒辦法對警察的心目中 苦 難過 感同身受 那警察女兒 她演得不錯 就是那個 《獅術烈車2》裡面的那個姐姐 《獅術烈車2》裡面的 他演得不錯 但是一樣 篇幅太少了 所以也有點難以 對他產生很明顯的共鳴 這是有點可惜的 那在前面三集裡面 最能夠讓人 有點陸戲 產生共鳴的 就劉雅人 他是前面三集裡面 最明顯的一個故事 但是 就沒了 然後就讓人有點錯 我說 沒了 《獅術烈車2》 那這個問題 就會接下來造成後面的問題 後面三集 我都不知道 我該對誰入戲 想說 啊 這個爸爸 怎麼這麼的神經值 太暴躁了吧 對 然後就有點難 在他入戲 然後裡面的什麼 律師也是 就是他 他前面也沒有什麼 太多戲分的狀況 突然就消失了 他就突然蹦出來 就有點難 就是讓我感到 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我在想說 如果 是把前面三集的內容 弄成一部電影 就是講到這裡就結束 那後面就變成 他的續集 這樣的話會比較好嗎 就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 前面三集跟後面三集 感覺那個 疏離感太大了 那這個是最明顯的 覺得可惜的地方 那再來就是有一個 蠻重要的角色 就是那個 直播主 直播主 在裡面是犯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他是有點愚昧的群眾的意見領袖的感覺 但這個設定 因為漫畫裡面也是這樣的設定 但是其實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是MZ時代 對不對 我們也蠻熟悉這樣的網路生態 我覺得那樣的特質的人 應該很難變成意見領袖 對吧 他太瘋了 就是雖然有很多愚昧的群眾沒有錯 但這愚昧的群眾 也需要被一些合理的東西給說服 所以這麼瘋狂的人 就感覺到 不是講錯邏輯性 而是說 啊啊啊啊 很瘋的人 就變成一個意見領袖的這個事情 會讓我覺得說 欸 真實世界應該不是這個樣子啊 因為真實世界的意見領袖 可能更像劉亞人這樣子 那確實他在裡面是教主的概念 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這就是很有說服力的 就是你很瘋狂的 大家就以看戲的心態看你 但不見得會跟隨你 那這個了解之下 去看這個角色的設定 會覺得欸 感覺怪怪的 那再來下一個可惜的地方是 我覺得姚云昌或導演 因為我看了很多部他的作品 看到現在我覺得他可能稍微不擅長一點點 是壞人的人格的塑造 就是在他的很多作品裡面 壞人就是壞人 他就好像沒有很大的理由 他就是壞人的感覺 那在這部作品裡面的壞人 是那個教主吧 後來變成那個教主的那個人格 他的人格塑造的敘述感覺有點薄弱 但是在整個作品裡面的 可能另外壞人就是直播主 那直播主的人格塑造好像比較有 有一點點捉摸的感覺 會能夠理解他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而且劉雅仁這個角色好像也能夠理解他為什麼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在後面三集裡面的好人的人格塑造 我覺得就有點不知道為什麼的 有點太草率的感覺 就是那個爸爸的角色 他應該是PD嘛對不對 電視台PD 他很像前面三集裡面的警察的感覺 就是前面的警察的話 至少後來有告訴大家說他為什麼變成這麼雕而浪蕩 所以好像可以多多少的理解 但是後面那個爸爸的話 他為什麼這麼盲撞啊 他如果是這麼盲撞他有辦法當到PD嗎 他去面對客戶這樣溝通 這個角色設定有點怪 因為他畢竟是這個宗教已經盛行 已經掌握了這個所有權力的狀態下 他卻這麼盲撞去衝撞這個宗教 這感覺有點不合理 因為他也沒有說明他是之前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有點可惜 那這些是讓我覺得說沒有那麼喜歡的點 那接著講一下我喜歡的點好不好 延續前面這樣的話題 就是角色人格和個性的塑造這一塊 我覺得至少比前面的作品好 劉雅仁這個角色 哇我覺得可能剛搭配他的演技吧 非常非常的棒 就是雖然不長只有三集的內容而已 但是能夠讓人馬上可以進入到他的情緒線裡面 那還有一個叫Pakjongja就是媽媽的角色 哇他演技也很好 所以他短短的只出現一集而已 但是馬上讓人家入戲 馬上讓人家能夠理解他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對他的那種糾結感 感覺能夠非常非常的勾 所以這可能不只是單純故事本身 可能演員也很長 所以這裡可以看出來說 不見得一定要有很長的篇幅 才有辦法說服觀眾說 你看他這個角色這樣不是莫名其妙 是合情合理 能夠吸引觀眾的情緒 那再來是這個導演感覺是個比較厭世的人 感覺出來對不對 就是他在《施速列車2》裡面顯現出來的那種 就是世界摩爾的樣子 然後感覺對人士是很多不滿 這個導演 這個作品裡面也有很多厭世的一些部分 對什麼現在的政治體系也好 宗教也好 還有資本家也好 對這些既得利益者們的一些不滿 那其中我覺得在這個作品裡面 最能夠看出來是宗教的部分 大家知道韓國其實蠻多邪教的 對不對 其實全球各地都有一堆邪教 但我想要問問看大家 你們知道現在目前大家很多人覺得很好的 很正派的宗教 過去剛出現的時候也是被當作邪教 基督教不就以前就被當邪教 所以耶穌被迫害啊 那我在這個作品裡面看到的是 這個宗教誕生的過程 其實任何一個宗教 任何新的宗教出現往往都是怪的 對當時的很多人來說是無法理解的一些教理 但是就很多人相信了 那很多人相信之後 如果這個組織相信這個宗教的人 他對這個社會可以施展出一個正面的影響力的話 他就不會被當作是邪教 但是如果這一群人開始散發出一個對社會比較負面的影響力的話 他就會被認為是邪教 所以我覺得那個教理本身 或者那個當初創出來的這個教理 可能不是重點 那個真相不是重點 就像現在其所有的基督教的朋友們 你們也沒看過耶穌 你們也沒看過聖經 信佛教的你們也沒看過世教 沒有人看過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相信 而且這個相信的勢力呢 只有在社會發揮出正面的影響力 那就OK了 那當初這個劉亞人這個角色 創出這個宗教的時候 他不就是秉持著這樣的態度嗎 他本身是天主教的環境長大的 那他可能想通了這些宗教的本質之後呢 他就利用這個本質去創出了一個新的宗教出來 想要散發出正面的影響力 但後來又被有心人士給利用了 當作是一個把握權力的 掌握權力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就看起來就很像我觀察到的很多宗教的發展 一開始創那個宗教的人 他的利益是良善的 他想要讓大家不要那麼辛苦 不要糾絕於這些生在這個世界上的苦難中 但卻又被後世的人利用成中饱私囊的工具 所以其實不只宗教 其實哲學很多哲理也是一樣的 當初發想的都是一番好意的 獨家思想也是啊 那是後世的人把它利用成這個樣子 才讓現在這個世界變得這麼辛苦 所以在這個敘述上 我感覺原唱會導演 感覺對這一塊有蠻多想法的 而且他的想法其實跟我的想法是蠻一致的 我對這一塊也是蠻厭世的 他裡面有講到說 什麼東西才是讓世人從善入流的一個關鍵 劉亞人是覺得是恐懼 那警察的立場是覺得自律 就我的觀察 覺得恐懼確實是蠻奏效的 就是當你覺得說做這件事情 可能會受到你無法承受的懲罰的時候 那你就不會去做它 那自律這一塊 哇說實在的不容易啊 所以在這一塊很多宗教部也是嘛 就是基督教是說 如果你做了那個聖經裡面的 教理不容許的那些罪行的時候呢 你就會下地獄 那佛教呢 如果你做了教理不容許的事情的時候 你可能就會經歷很多各個階層的地獄嘛 而且投胎的時候你會被投胎成可能不好的一個生亡 所以就會有一些懲罰 那會用這些很可怕的懲罰告訴世人說 你一定要做好事 你一定要當一個善良的人 那宗教一直以來都是用這樣的道理 那現在法律呢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樣啊 不是嗎 就是我們不就是因為害怕說 我做這件事情傷害別人 侵犯到他人的利益的時候呢 我可能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 只是說這個懲罰並不是神明給我的懲罰 而是法律給我的懲罰 所以他探討到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覺得這也是蠻符合我的想法 那再來是我喜歡他在諷刺人類是多麼的愚昧的 大眾是多麼愚昧的這件事情 但是明明是一個隨機心發生的事情 但是你硬是想要給它什麼樣的意義 用自己很有限的知識也好知信也好 就想要試著去合理化它 想要製造出自己能夠理解的一個規律和邏輯出來 這個諷刺我覺得蠻有趣的 而且其實確實也蠻符合我對這世界的觀察 我們人類我們大眾 就是這麼愚昧 想要用很有限的知識去理解一切 去解釋一切 而且那個解釋的過程其實很草率 大家也不管 感覺純粹只是想要讓自己脫離那種 無知的恐懼感 我在《世宿列車2》就感受到了 這個導演想要講很多哲理給大家 但在《世宿列車2》 我覺得那手法可能太 不知道該怎麼呈現好 有點東界一點細界一點 但這一部作品的話 至少我覺得說 比之前進步了不少 而且確實能夠讓觀眾能夠 聽得懂你想要表達的訊息 你想要丟出來問題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是給予非常大的考驗 那最後是不是推薦大家看這部影集呢 如果你想要看爽片的話 應該不太適合 這不是很娛樂的片 不要被那些特效片 娛樂性的部分的話 如果五顆星我可能只給2.5顆星 但如果你是喜歡看對這社會有很多諷刺訊息的作品的話 那這部作品應該是蠻對你的唯 如果你想要看完之後就覺得 嗯 心裡有很多想法或心裡有很多疑問的 這樣的感覺的話 這個OK 差不多是這樣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有點怕大家會覺得我這個人很難搞 看這個不喜歡那個不喜歡的 但作品就是這樣嘛對不對 就是有些人會喜歡有些人會不喜歡